今天我邀请了我的朋友老陆 妮可可和丹娜 来到里洋参加一个大挑战 在法国花24个小时 只能用中文 这个挑战应该是可以 可以接受的 不能说法语 我们会到里洋的美食市场 餐厅 奶茶店 老里洋和唐人街 还有一个 舒服 这么热怎么会舒服 在法国不会法语和英语 会不会生存 我们今天有挑战不能说法语的 我们去看一下 我说话你听得懂吗 听不懂 谁来了 尼哥哥 不能说哈喽 今天只能说中文 今天连继续也是中文的 我听不懂 没关系 舒服 刚才马达莎要上厕所 在里洋很难找公公厕所的 真的很难 如果你去酒吧餐厅 他们不会允许你去上他们的厕所 必须要消费的 可是我们吃了一个日本料理 这边的日本料理都是中国人管理的 我们跟他们说一点中文 他们觉得 哇 这么了不起啊 外国人会说中文的太好玩了 然后他们就让他去上他们的厕所 谢谢你们 谢谢 我们到了我们集合的地方 法国的美食市场 今天我们在说中文 你听懂吗 好 来了 我让你们看一下 老陆 每次见到他他都会迟到的 他是真宗的法国人 你呢 四个人 三个法国人 一个中国人 结果唯一的用英文名字就是一个中国人 你的法文怎么样 妈妈 老陆来到里洋 我当然要送给他一个礼物的嘛 一个书夫一夫 这跟里洋有啥关系呢 跟你有关系 是里洋人设计的 所以 有什么 他们说不许他们的 group 所以他不可以送给我 颜色好看你就买一个就可以了 就看出来就是橘子吧 如果你听不懂多少钱呢 不可以靠 应该没关系 8欧元这个 8欧元你平常是 不难说中文的时候很贵 你刚才浪费了一块钱啊 好喝 值得8欧吗 没有 新鲜 你知道生号是什么 是一种海鲜 生的 一个苏西吗 不是苏西 这个是生号 你好 我们要一个这个 听不懂 这个很好 怎么付钱 OK 送给我吗 送给我吗 谢谢 真的吗 哇 这么好 特别好吃 免费的时候刚好 非常感谢你 居然在法国用中文可以有免费的东西吃啊 我们到了今天无法的地方 等一下现在没有人 因为法国的餐厅 服务员很少 不像中国一样的 中国一进来就是欢迎光临 少了很多人的 这边吗 这边可以的吗 好 随便坐吧 有没有中文的菜单 肯定是否会有什么 中文的 中文的 法文 你不想用 不是不是 他们的菜单全不是法文怎么办啊 我们准备点餐吧 服务员 服务员 在法国怎么叫服务员呢 服务员 有点尴尬 这个服务员应该觉得我们很烦 你觉得呢 可以点菜吗 我们要去吃饭 我们要 没有照片啊 我要这个 一 二 三 跟他们一样的 要这个 这个红酒 对 红酒 我希望他不要给我们一瓶拉菲啊什么的 要不完蛋了 大部分人来法国都要说一点英文 其实再不会用手机会翻译的 我们太低客气了 实际上我们今天太low 我们还是用这么原始的方式来点菜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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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杯 水 不敢不敢吗 我点这个吗 我都不知道我点了什么 这个是什么 安泰 这个是 这么感觉是充卷 他们看我们在乘充玩水 他们给我们免费的中国菜 哈哈哈哈 嗯 好吃的 里面是奶酪 你好 你可以给我面包 你好 呃 服务员 嗯 好吃 哇哦 阿酸啊 你有没有觉得这边很热 法国的餐厅是没有空调的 外面37度 你请我吗 OK 对对对对 那我再点 再点菜 你可以再点菜 我再点了一个主食 一个甜点 和一个一瓶红葡萄酒怎么样 结账 结账买单 这个全世界都会明白的 钱 78元 78元 你们觉得贵吗 78欧 谢谢 你要不要喝奶茶 啊 对 里昂有越来越多奶茶店 全新的趋势 而且是中国人开的 有中文你看 老板娘 就是中国人的 我是上海的 那老婆上海了 那老婆上海了 你只上海了 抓了你就可以了 我就给她帮帮忙 所以你的发育应该完全没毛病 呃 有毛病 可以就付帮吗 只能刷卡付现金 刚才那个老板娘付相收费 太客气了 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 但是代表在里昂能说中文 还是可以有免费的奶茶 那也很不错啊 还是中国的奶茶好一点 你们看我的后面就是中国银行 中国人是不是开始收购了全里昂的 在拍老婆是吧 好浪漫啊你们 这边就是老里昂 500到200年的历史 这个帕子是不是晚了一点 太热 我要吃一个冰淇淋 你个口要买冰淇淋 那是不能用法文的 诶 当是中文 我是中文 你是中文人 是 中国出场 现在 你帮我们翻译成法文 这个小说一个太厉害了 他能说中文能说法文 刚才帮我们翻译啊 我没有带我的银行款 你可以帮我付吗 碰到了中国人 还碰到了会中文的法国人 现在在中国 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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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您会说中文吗 你们会说中文 稍微 你会说中文 我们不能用法文 也不能用英文 可是还好 本来很难 但是碰到你就很容易的 这个挑战应该是可以 可以接受的 你是法国人吗 我是法国人 是法国 你第一次来吗 我是里洋人 我是里洋人 这是我的城市 你很棒 我是在这边长大 然后我25岁搬到中国 祝你你的挑战 必须成功的 你们不会说中文吗 我们说法文 我也会讲法语 但是今天我就不说法语 咱们 我们今天就挑战 不能说法语的 你们不会中文吗 冰淇淋 为什么才会 冰淇淋 舒服 这么热怎么会舒服 接下来我们要去那个 里洋的中国区 里洋的汤人节 很巧没有很多人 完全没有人 完全没有人 然后往那边会有一些中国餐厅 中国潮湿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终于找到了一个有空调的地方 居然就是中国潮湿 这边全部都是亚洲进口的东西 你有没有觉得很兴奋来到这里 对啊 好多 我想买的 榴莲 它要对比香港淘宝 这个地方应该是中国留学生最喜欢的部分 方便面 这个大概三欧 在中国就可能四五块钱 哇 又是老公付款是吧 没办法 我觉得今天就差不多了 在里洋之说中文 说实话是有点累的感觉 整家都听不懂 要控制自己不说法语 没错 这个是最难的部分 我的脑子都乱七八糟的 他在告诉我你在干嘛到底啊 你在干嘛 我们的视频超过三万个赞 我们就可以在中国 一起直说法语 今天这个挑战算挺成功的 不只没有说法语 还免费吃了生蚝和奶茶 还碰到了很多优秀的人 哦对 还免费上了厕所 这个在法国是无家的